今天我们要讲一本关于名胜名胜的书,在此之前,我想问你一件事,为什么一处名胜古迹会成为旅游景点?是因为这里风景优美,地位特殊,或者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,或者著名的传说故事,这些理由都是正确的,但这些都不是关键,关键在于名字,名字从何而来,肯定会有人知道的,会说的,会传的,所以景点要成为名胜。 就必须依靠一定的传播手段,那么传播的方式是什么呢?中国古人创造名胜时,有一种独门秘法,做诗,书名上的题字,指的是写诗,这本秘籍是唐代诗人所创,黄鹤楼,凤黄台,藤王阁,岳阳楼,这些名胜之所以成为名胜,是因为这些名句出自唐诗,其中最早的便是黄鹤楼,号称天下第一楼, 这座楼是唐代诗人催号的一句诗,西人黄鹤曲,黄鹤楼空,换言之,名胜并非空间概念,而是认知上的共识,那么,这种共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? 这就是本书独特的发现,作者发现唐代诗人提写名胜,并非出于主观目的,而是出于主观目的,诗人的初衷其实很单纯,只是想写出一首好诗来,因此,可以说唐代中国名胜版图的形成,实际上是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,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尚伟发现了这个秘密,他主要研究的是明清小说和戏曲,他在研究时总能从新材料、新理论中发现这问题的新含义,下一步,我将分三部分来介绍本书的核心思想, 首先,我们要回答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,为什么提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,其次,用诗来描写风景名胜,肯定早就有人这么做了,那么为什么唐代提写名胜成为文化现象呢? 我将在第二部分回答这个问题,最后,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千年前文化现象的意义,那么,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,为什么提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呢? 这件事始于中国文坛的一桩公案,这个公案是关于李白的黄鹤楼故事,传说中,李白到黄鹤楼游玩时,看到了崔浩提示武昌黄鹤楼,心中既是佩服,又是不甘,他知道,想要超越崔浩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所以他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黄鹤楼有诗,崔浩有诗,不过,李白不擅长写书,所以他改了地方, 去南京凤凰台写的一首《精灵凤凰台》,和崔浩的诗一较高下,作者商伟认为,这个故事未必可信,因为他最早记载于北宋时期,后人可能会根据李白的诗句,来推测李白的创作动机, 不过,这种猜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,因为他代表着后人对唐诗的普遍理解,如果细读这两首诗,就会发现李白在模仿崔浩的同时,也在努力超越崔浩,这两首诗都是有名的,大家可能都背过了,我们边回忆边分析, 这就是黄鹤楼诗的开头两句,西人已成黄鹤而去,黄鹤楼空空荡荡,黄鹤一去不回,千载白云悠悠,在看凤凰台时第一句,凤凰游凤凤凰台,凤去台,空将自留,你们应该注意的, 这两首诗的开头几乎一样,都说诗人来到一处景点,想起传说中曾经出现过一只鸟,但是现在却不见了,只剩下眼前这一幕,让人有种怅然若诗的感觉,这是第一首诗的共同之处,即诗人在游览风景时,感受到眼前的景物与无形的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,不只是意境,从开头可以看出,这两首诗的韵律和巨诗结构都差不多, 你看,李白的诗里将,和翠浩诗里的悠悠,都是一样的,而且,前两句话里,黄鹤和凤凰的核心形象,已经出现了三次,在短短的一两句诗中重复使用相同的词句,这实际上是一种大胆而罕见的句式,很显然,李白在写凤凰台的时候,特意用了一种类似于黄鹤楼的韵律和句式,这就像田字游戏一样, 翠浩给自己定下了模板,而李白则拿着现成的模板写了一首诗,熟悉古诗的人,马上就明白了,这是一种记号,提醒后人,这两首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,那李白当然不是模仿,这种刻意建立的联系更像是一封战书,想要用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诗句, 所以他在模仿黄鹤的同时,也做了很多突破,比如刚才提到的那句话,李白一句是四个字,一共写了三只凤凰,当然第三句是简化为凤,翠浩写完黄鹤三遍,一共是二十八字,这种突破,多少有些炫耀的意味,那么诗歌的主题是什么呢? 李白想要写出一些新的东西,前面说过,这两首诗的开头几乎一模一样,也就是说,这两首诗的起点都是一样的,但这两首诗的结局却截然不同,黄鹤楼的结尾是日幕相关何在,诗人站在楼上眺望远方,想起黄鹤一去不复返,又想到自己远离故土,身世漂泊,不免有些惆怅,整首诗的主题,由前面的金和锡的对比,变成了一种相丑, 当然,这种相丑不仅仅是个人的思乡之情,更是对人生归宿的永恒思乡之情,李白站在高处眺望远方,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乡,而是看到了长安,这就是凤凰台的结尾,总为浮云遮日,不见长安愁,李白用浮云遮日来代替日幕,所以,同样是眺望远方,李白却没有感受到相丑,反而有一种隐隐的忧愁,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后人对这首诗的分析,并不能证明李白是在挑战崔浩,当然,千年前的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,商维也找到了很多证据,证明李白是在模仿崔浩的黄鹤楼诗,并且在同一个模板上推陈初心, 还有李白的一首诗,并不出名,叫做《鹦鹉舟》,这首诗,不仅是用黄鹤楼做的,而且比凤凰台的那首还要像,让我把前两句念给你听, 吴江水鹦鹉来过,鹦鹉将上舟船,鹦鹉西飞冷山,黄鹤楼前两句,你还记得吗? 西人已成黄鹤而去,黄鹤楼空空荡荡,黄鹤一去不回,千载白云悠悠,太像了吧,也就是说,李白在写鹦鹉舟的时候,心里一直都在想着黄鹤楼,黄鹤楼虽然跟黄鹤有关系, 但鹦鹉舟跟鹦鹉这种鸟一点关系都没有,所以,李白所说的鹦鹉去了吴江水,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据,只有黄鹤一去不回,试想一下,李白从黄鹤楼下来的时候,心中充满了不甘,他来到凤凰台上,跟崔浩打了一家,然后又回到了黄鹤楼,继续挑战崔浩,就好像李白一直在琢磨崔浩那首诗一样,不断的模仿和练习, 试图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,那为什么李白要挑战崔浩呢?从现实层面来看,或许可以从同侪压力的角度来解释,虽然在我们看来,圣唐诗坛是李白不服两个人称起来的,但崔浩在唐代其实名气更大,李白与崔浩年纪相仿,师封也差不多。 那么,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浩写出那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时的心情,鹰鹉舟这首诗里有一句话,说不准你也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。 崔浩在黄鹤楼第三句中,鹰鹉舟也提到过鹰鹉舟,有意思的是,崔浩站在黄鹤楼,瞭望鹰鹉舟,就像是近在眼前,但李白在写鹰鹉舟的时候,却只字不提黄鹤楼,黄鹤楼和鹰鹉舟相邻,又是对账,经常会出现在一起。 孟浩然写过黄鹤楼,写过西登江,看过鹰鹉舟,李白在鹰鹉舟的时候,只字不提黄鹤鹤楼,所以商伟认为,李白想要创造一个以鹰鹉舟为中心的世界,而不是以崔浩所创的黄鹤楼为中心。 这里,商伟借用西方文论中的一种观念,分析李白的这种情绪,叫做影响焦虑,简单的说,明著明天,明聚因先生夺人而是后来者焦虑不安,那么后来的诗人呢,他会想方设法的去挑战前人,崔浩用一首诗把黄鹤楼描绘得淋漓尽致,使后人永远记住黄鹤楼,眼前有景不能道,崔浩有一首诗, 这种力量使李白产生了深深的忧虑,他写凤凰台,鹰鹉舟,正是对这种焦虑的应激反应,说着说着,稍微得出结论,李白不断变换低点提写名声,不仅仅是因为触景生情,更是因为牵动人心,面对崔浩的诗作,李白只能另辟习径,以相同的模板去描绘其他风景名声,仿佛同一曲式的不同辩奏,黄鹤楼,凤凰台,鹰鹉舟, 李白,黄鹤楼歌笔,不甘之心,等同于一场诗会之争,从表面上看,这场诗会的题目就是提写名声,诗人的真正目标其实是写得更好,所以我们说,提写名声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,不过这只是第一部分,李白的故事,这场比诗,牵扯到整个唐代的名声,需要更多的诗人参与, 那么,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,为什么诗人们会参与到这个竞赛中来呢? 首先,李白感受到了黄鹤楼等明天所带来的压力,其他同时代的诗人也都感受到了,让我们来谈谈白居易吧,传说白居易去乌山游历史,当地的县令停说后,赶紧把神女慈的墙给刷了一遍, 既然白居易要来了,那县令为什么要刷墙,因为他相信白居易一定会在这里写诗,所以粉刷的墙壁是为了给白居易腾出地方,县令甚至提前在墙上写下了一个序,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戏台,只等着白居易准时登场,挥号泼墨,完成一场流传千古的大戏,但白居易一来就怯场了,他说,之前已经有四位高人写出了难以超越的名篇, 刘雨昕在这里待了三年,连一首诗都写不出来,我自然不敢造次,最后,白居易朗诵完了四首名篇,匆匆离取,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,但也说明了前人的名作对后来者的压力,尤其是那些写风景的诗,明知道前人有诗,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,好在唐代还有很多值得诗人写的风景名胜,这就是为什么名胜能够成为风潮的外在原因, 因为唐代恰好同时出现了三个条件,这三个条件构成了新的疆域,新的工具,新的联系,南北朝分裂之后,唐朝重新统一了疆域,自然需要一些新的地标,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被发现的,说来也巧,像阁律师这样的尸体,早在唐初就已经定型了, 换句话说,从初唐至圣唐时期,无论写什么阁律师,都是开创性的,当然也包括风景名胜,不过,如果不是有了新的疆域,有了新的工具,如果没有人用这样的工具来书写这片土地,那么,这片土地,就不会成为一种潮流,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唐诗里的那些名胜了, 所以第三点,就是建立新的关系,这种联系是诗人在漫游,漫游是唐代诗人生活的常态,在那个诗丰盛行的年代,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谁也不会老死在故乡,而且,当时诗歌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工具,因为诗歌是从物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,你想想,想要传播绘画和文章,就必须要借助纸,所以才会有洛阳纸柜的说法, 但是诗是可以口口相传的,尤其是黄鹤一去不回,千载白云悠悠,听一遍就忘不掉,所以写诗的同时,也是宣传名胜,每一处风景名胜区,都会流出一块地方,供诗人提诗,有一次,李白去慈恩寺游玩,寺里的僧人特意拿着一块木牌,等待李白为他提诗,你看,有了这三点,诗体的发展跟旅游景点的传播是一样的, 一位诗人可以评一首名片,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处风景名胜之上,黄鹤楼虽然不是天下第一楼,但因为催号的一首诗,黄鹤楼却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楼,这样的例子太多了,天保年间,王维在山西蓝田县网川一带买了一处宅院,写下了许多诗作,其中以网川籍最为著名, 一千多年后,王维居住的地方可能换了无数的主人,但是说到网川,人们一定会想到王维,王维用诗超越时间,把网川永远的归到了他的名下,在这场名胜竞赛中,先到的诗人当然占了优势,但迟来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, 杜甫曾经写过一篇超越前人的名片,占据了一片风景,在杜甫到达越路山道林寺之前,这里的名片都出自唐代诗人宋志问之手,杜甫来到道林寺,看过前辈的名作,却没有像白居易李白那样叫白卷,而是自信满满的说,宋公被放逐之后,他就开始寻找合适的人选,连下之意,虽然像宋志问这样的大诗人, 已经在道林寺提示了,但这里的风景如此之美,还是给了杜甫发挥的空间,看看戴老夫的名字,听起来就很有底气,那时候杜甫已经快六十岁了,可是他在诗坛上的影响力,却远远比不上宋志问,杜甫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,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杜沈颜,与宋志问齐名,所以在杜甫心中,是是家事,是是他的使命,结果呢, 在名人眼中,岳路山道林寺的圣明与宋志问无关,而与杜甫有关,随着越来越多的诗人加入到这场名胜竞赛中,每一个诗人都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空间,去描绘更多的风景名胜,于是,这些名胜便在这场诗会上连成了一张网,这张网便是唐诗所创造的名胜版图, 这正是中国名胜独一无二的地方,中国名胜不仅是一种美丽的风景,更是一种诗情画意,最后,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千年前文化现象的意义,首先,它能使你对风景名胜有更多的历史感, 在《山中六朝史义书》中,我提到中国名胜体系的形成与佛教和道教有关,那这本书里所说的东西,其实也差不多,中国名胜地图的形成,都跟唐诗有关,这说明了什么? 说明不管是名胜还是名胜,其实都有两种属性,一种是现实世界,一种是观念世界,在现实世界里,它们都是物质存在, 在观念世界里,它们都是写出来的,一般情况下,我们认为物质上的名胜肯定是比较稳固的,但是如果从时间线上看,物质上的名胜可能没有写出来的名胜来的持久和稳定, 你想想看,黄鹤楼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落过多少次了,但催号的黄鹤楼却一直存在着,甚至有可能永远存在,此外,诗文也可能在现实中影响甚至创造名声, 今天重修黄鹤楼,主要参考的还是黄鹤楼,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黄鹤楼而建的, 山伟先生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这个故事,他总结道, 我称之为诗引发事件,文字创造建筑奇迹,下面咱们再分享一层啊,现实名胜和世中名胜又有什么关系呢? 这就是书中最重要的一点,艺术与真实之间有什么关系? 在中国古人中,最流行的说法是情志论,我们认为,诗言志就是由情所动,由言而行,诗人每到一处景点写诗,总要触景生情感人肺腑,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, 叫模仿,认为艺术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,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艺术源于现实,是现实世界对观念世界的反应, 但是根据前面的例子,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完整的,对于李白来说,有时候诗并不是来自现实世界,而是来自于以前的诗歌,情志论,模仿论都是人类早期艺术理论, 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,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复杂,那么艺术与诗歌的发展是否可以脱离现实呢? 类似的观点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也有,但很多人反对,他们认为艺术与现实脱节还有什么意义,这是个难题, 商伟老师表示,提写名声是个很好的例子,我们可以从立体的角度去思考它, 你会发现,诗虽然有时候脱离了现实,但并没有脱离前几首诗,所以他仍然间接地跟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, 清代有人总结了崔浩与李白诗之间的关系,他说,崔浩的黄鹤楼是三黄鹤二驱二空二人, 李白的凤凰台是三凤二凤二台,鹦鹉洲是三鸟二江, 他说,这三首诗都是碟字成章,所以是肌肉住一轴,意思就是说,这三首诗都是用碟字写成的, 就像是用同一台致机织成的锦段一样,这些图案和文理,就像是一首诗中真实的世界, 句式、章法、提示等都属于艺术形式,人类创造了一种艺术形式, 然后将这种艺术形式加以发展,使智能更好的呈现我们所感知的世界, 艺术家要不断提高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能力,好了,这本书就到此结束, 这本书看起来像是写名胜这个非常具体的现象,实际上却是一小剑长, 探讨了一些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问题,最后,我想讲一位明末清初的鲤鱼故事, 他告诉我,我为一山赖了一首绝妙的诗,所以一山告诉我,他愿意是我的, 哪怕是过去和现在,沧海桑田,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幻想,又像是在表白, 鲤鱼又说别人可以用钱买我的衣服,住在这里,但是,他不能把衣服据为己有, 你看,鲤鱼设定的交易场景里,只有绝妙的诗文,才能跟名胜等价交换, 所以真正拥有名胜,不是靠买卖,而是靠文字,在观念世界里, 诗歌和诗歌都能跟现实世界里的景点进行等价交换, 这就是诗人的魔法,提携名胜,即以诗作名胜,他应现实,生活时间。 请编禁回音乐